春節期間 民眾也把握時間 加緊打疫苗 尤其疫情尚未趨緩 春節過後 二月十一號 學校就要開學 是否有延後的可能性呢 開學前的疫情 還算平穩的話 不會延遲開學 如果都沒有多大變化 當然我們可以 按照我們的既有的步驟 雙北高中以下學校 應該都會準時開學 不過疫情相對嚴重的桃園 已經決定延後幼兒園的 開學時間 公私立幼兒園的開學時間 展延到二月十四號 還有一萬六千多人 還沒有接種 我們在二月八號 會有八個學校 那麼設立這個接種站 桃園要趕在十一號之前 讓所有教職員 都能夠打滿第三季 但到底青少年第二季 打了多少比例 所有老師第三季 施打進度又是如何 指揮中心一概不止 這個老師 我們現在目前不是很清楚 但在開學前教育部會把它釐清來 以目前第三季只有打到兩成多一點 相信絕大多數的老師及職員都還沒打到第三季 而專家給出了標準 疫苗80%的覆蓋情況之下 我們國家的公共衛生能力 絕對有能力控制任何社區出現的感染爆發 指揮中心根本搞不清楚 各級學校老師及學生的施打比例進度 更遑論要達到學生第二季八成 及老師第三季八成的標準 就怕春節開學 又造成校園內的大感染 記者綜藏報導 記者綜藏報導 記者維藏報導